在我腳下 謝謝老師 借助我們能夠把平台的發展 提供的更好 真是一步一腳印 會殺生命和熱情 我可以去新聞系培養我的新聞專業 但是我可以在經濟系、財經系 達號我的財經新聞的底子 我在財經系學到的 從財管、金融、經濟會計等等 培養了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你我親信心想念 年輕的夢成飛揚 快樂悲傷不免怕 我是怕我想你 沒有日空那樣的 對 就可以利用課後的時間 去找老師練習一些對話 我是心愛的 多少背不及奇怪 未來的我自己 未來的我自己 無來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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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心愛的 也是一步一腳印 會殺生命和熱情 會殺生命和熱情 我的青春向前行 我是心愛的 才會年輕的顏色 淚水寒水不微酸 世界就在我腳下 我是心愛的 我是心愛的 堅持地步一腳印 會殺生命和熱情 我的青春向前行 我的青春向前行 才會睡覺 我心愛的 我是勇敢的 少年行 你又牽手 像年 蹦蹦欲雨 都不怕 他抽愛情 全地吃 我是尊豐的少年行 我是新来的 学习的最高境界只是无需之用 在诗经所学到的关系将来在这场上 能够帮助到我们 觉得很开心诗经给予这样子的环境 跟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学习的机会 坚持一步一脚印 回上生命和热情 我的清晨向前行 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好看的电影 我是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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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国家 我是新国家 提醒各位嘉宾 典礼将与我是新来的欣赏完毕后开始 并接续播映让宾客们一起感受真正全效能的8K影音 届时我们的灯光会完全关暗 这段时间待会在典礼之后我们会留给大家 请各位贵宾尽快就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教媒体典范与媒体经典 实际上都是我相信的这些老派价值 泪水淡水昏味酸 世界就在我脚下 谢谢老师 谢谢我们能够把平台的发展 生活得更好 现实因不一脚印 会上生命和热情 我可以去新闻系培养我的新闻专业 但是我可以在经济系财经系 达到我的财经新闻的笔子 我在财经系学到的 从财管 金融 经济会计等等 培养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较有日语可能的 对 就可以利用比如说课后的时间 去找老师练习一些对话 我是新来的 我是新来的 都想背不知习惯 未来让我自己 无来不尽最弱底下 我是新来的 坚持一步一脚印 会上生命和热情 我的青春向前行 我是新来的 才会年轻的颜色 泪水汗水不微酸 世界就在我脚下 我是新来的 坚持地步一脚印 会上生命和热情 我的青春向前行 你我前生心想念 你我前生心想念 坚持一步一脚印 什么困难我都没得驚 我是勇敢的少年行 你我前生心想念 风风雨雨都不怕 他找爱情全在这 我是尊重的少年行 我是新来的 学习的最高境界 只是我们的学义之用 在世心所学到的东西 将来在市场上 能够帮助到我们 就是很开心 世心给予这样子的环境 跟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学习的机会 没有他们 就没有这部 好看的电影 我世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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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世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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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心国家 世心大学校长交接典礼即将开始 邀请您一起欣赏全效能8K影音 现场灯光会完全熄灭 用意提供最佳的观赏品质与效果 提醒您留心脚步 一同就座欣赏 选择 入口 入口 无法 入口 握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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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各位贵宾 欢迎来到世新大学 刚才您所看到的 是世新大学多年来 重要教育资源投入的其中一项 刚才看到的是真正8K拍摄的这些影片 素材不多 可是我们要跟各位报告 这是全亚洲第一个在校园里面 建设的实际真实的8K投影的投影幕 也投影机 投影幕500寸全台湾第三大 谢谢各位给我们指导 今天这个场合 其实我们非常忐忑也非常兴奋 因为从媒体到学校 我很少看到有一个活动 这么多的长官贵宾 从这个学界 媒体界 这个公部门 还有产业界 各界的朋友们 来了这么多的长官领导 来给我们指导 我们感到无比的鼓舞 感到无比的兴奋 您的到来 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也是我们继续往前努力的 最强的动力 在这里 在这里请代表校方 先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所有贵宾的光临 谢谢之外 也要致歉 因为来的贵宾真的很多 如果每一位都值得我们唱名感谢 不过如果要唱名感谢 这么多的贵宾 可能我们的活动 要拉的时间非常的长 我们对于每一位贵宾的感谢 其实都刻在心里 最后经过校长主持 我们最后只有一个办法 用一点科技的方式 把每一位到场贵宾的单位大名 我们秀在我们的两边的投影幕上 每一个人我们都感谢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不想遗漏任何一位 可是呢 对每一位的感谢 是同等的 是一样的 在这里再次谢谢各位的光临 也同时对于没有办法 一一的介绍 我们最后只有一个办法 用一点科技的方式 把每一位到场贵宾的单位大名 我们秀在我们的两边的投影幕上 每一个人我们都感谢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不想遗漏任何一位 可是呢 对每一位的感谢 是同等的 是一样的 在这里再次谢谢各位的光临 也同时对于没有办法 一一的介绍 表示最深的歉意 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些校方 以及一些跟我们关系 非常紧密的朋友 要给大家做介绍 首先让我们介绍 世兴大学的董事长 周承虎博士 他是我们今天活动的真正主人 接下来 今天有两位主角 一位是我们现任的校长 吴永前博士 谢谢吴校长的带领 另外很多朋友 都是我们陈校长 公情私仪都非常好 接下来 请各位介绍 新任的校长 陈清禾博士 我们的董事会 今天有很多代表来 很多董事 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唯一要介绍的 董事会的代表 因为他身兼 校长临选委员会的主席 有我们黄东烈董事 还有我们其他的董先生们 谢谢你们 一个学校的成功 要靠校友 我今天看到我们后面那排 媒体朋友们 谢谢你们今天来捧场 你们其中好几个 有来跟我打招呼 都是世兴的校友 我们常常觉得 世兴校友 往往是我们最大的光荣 因此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校友会 遍布全世界各地 今天我们校友总会的理事长 陈景祥先生 以及我们校友会的理监士们 还有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 都来到现场 谢谢校友的支持 有你们 我们才能够走得更坚定 除了校方子之外 今天我们有很多学界的长官 来到这里 真的很抱歉 各位校长 没有办法一一地介绍你们 但是对你们的敬意 我刚刚有讲 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其中有一位 也是跟我们关心密切 他就是私立大学 私校协计会的理事长 我们大同大学的校长 何明果校长 当然我们真的要谢谢 台义大 空中大学 东海文化 政大 清华 东吴 还有各个大学的校长 副校长 还有你们的高管来 谢谢各位校长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一些高中职 高中职当然对我们来讲 高中职的校长是我们的声援 不过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看到 有部分的国小跟国中的校长也来 谢谢你们提早观察 世心一定会是你们好的选择 谢谢各位校长 我们在台湾呢 有很多公部门 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民意代表 是非常重要 您看 我们刚才马上说到这里 来的时间恰恰好 所以立法院很多的代表们 他们在立法的时候 显然就是这种精确性 欢迎赖世保委员 市议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 我们在市议会 也得到很多的议员 或者政府的支持跟领导 同样他也是我们校长 林选委会委员的 我们欢迎我们王世坚议员 今天抱歉 没有时间让您拉小提琴 所以本来高嘉瑜了 后来我说小提琴不拉了 所以我就没有请他了 接下来我们其他 还有很多公部门 总统府 外交部 文化部 科技部 经济部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国家投资馆 圆明会 新北市政府 的这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代表 欢迎你们 谢谢 我来自媒体 在媒体今天在座 有很多我的长官同僚 很多的好朋友 媒体的朋友 这些通常我们很少 真的看到这么整齐的一个 媒体长官们出席的场面 通常要不然就总统请客 要不然就给NCC开会 要不然很难得到了这么齐的 不过今天我们媒体朋友 到了很多 特别是后面 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摄影机 那么多媒体的辛苦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鼓励鞭策 因为你们关注我们 我们才会更加的努力 谢谢 我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位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同意工会的理事长 也是三立电视的同事长张荣华张理事长 当然 卫星工会两位王科杰总统 这些的这个长官也都来了 也谢谢你们的光临 谢谢很多社长 这个我都非常尊敬 但是今天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尽请你们原谅 好不好 谢谢 同时我们要谢谢所有在现场的这些 除了现场的记者朋友们 我们知道 现在此刻 我们正在进行线上的直播 线上直播 也有一些记者朋友采取在线上采访 谢谢你们 你们的鼓励我们一定名科在心 谢谢大家 除了媒体之外 我们到台湾地区还有一些电信通信跟这个 这个有线电视业者今天也到现场来 首先是我们凯博士有线股份有线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欢迎郑俊清 郑总经理 说到有线电视 有一位我们尊敬的好朋友 专程 因为特别要提他 专程坐高铁早上从台中来 台湾数位光讯 台数科总经理 董事长 廖芷成董事长 谢谢 中华电信提供了我们五级的环境 提供了我们很多传输的方式 我们欢迎中华电信 叫做这个新的名词我得看一下 抱歉必须看 叫各家分公司 叫个人家庭分公司总经理 苏天才总经理 叫各家分公司 现在是中华电信所有集团里面 营收最高的 占了60%的 占了中华电信的60% 超过半壁江山 另外世新大学 各位都知道 我们在全方位的经营的时候 德智体群域 样样都得要精通 我们学校有两个篮球队 女子篮球队 男子篮球队 女子篮球队已经三年连霸 得到UBA的冠军 而我们的主要赞助商 就是我们远熟人寿的 孟董事长 欢迎您 谢谢 孟佳人董事长 也是我们的校务顾问 谢谢您对女篮的支持 今年一定第四个冠军 我们一定拿到 好吧 您要继续支持 谈到女篮就讲到男篮 男篮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男篮有个冠名赞助商 那么三年来 我们都得到亚军 今年我们也要向您保证 今年的篮球队的阵容 一定可以在小巨蛋 双冠王拿到 我们欢迎永庆房屋的 孙庆余董事长 其他还有相当多的 工协会跟产业界的 负责人高管或代表 真的抱歉 没有能够一一的介绍各位 这是我们真的 深深表示歉意 但是对各位的谢意 一丝一分都没有减损 再次深深一鞠躬 谢谢所有贵宾 来到现场 接下来 我们世新大学校长交接典礼 现在正式开始 第一个环节 我们首先恭请周成虎董事长 上台为我们 大学校长 经教育部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台教高三至第一百一一一零零六六一二七号 含核定在案 自一百一十一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好 谢谢董事长 布达令下达 接下来进行简单隆重的硬性交接 让我们欢迎现任校长吴咏前校长 继任校长 陈庆和校长上台 谢谢 好 这是这方世新大学的官方大应 现在要请吴校长 八年的校长在此刻要透过周成虎董事长的尖交 要把他交接到陈清和校长的手上 他们一向是最强最好的经营团队 合作无间 来 恭请吴校长将硬性交给陈校长 三位一起扶的 麻烦请看一下台前 特别是我们正前方平面的摄影记者 请看中间 好 请往左边看一下 来 左边那几位你们要拍 赶快 谢谢 好 再一张 好 请看左前方 好 请麻烦看一下台后面 我们有很多摄影机 麻烦看看后面的摄影机 我们留下这个历史的镜头 好的 我们请吴校长将硬性交给陈校长 谢谢 好 我们要恭请陈校长回座 周董陈校长 不吴校长回座 周董陈校长请稍等 麻烦您还在这里 对 接下来我们要请周董事长为我们赠送聘书 这是周董事长代表董事会正式的向陈校长下聘 来 颁发证书 好的 谢谢 我们请陈校长回座 接下来我们恭请周董事长为我们赐质 掌声欢迎 各位董事 各位贵宾 各位校友教师 同仁 大家好 今天是世兴大学校长交接典礼 非常感谢各位师长贵宾 在百忙之中 历临本校指导 我们世兴大学 成立66年了 从专科到大学 始终强调得志尖修 首脑病用的办学宗旨 培养了十几万名校友 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成就 尤其是新闻传播媒体产业 在座很多校友 在座很多校友就是我们最棒的例子 秉持着这个精神 吴永田校长在八年前 带着他丰富的业界经验 显坐的学术历练 担起了校长的重任 他在这八年 克服了各种挑战 让我们世兴大学 稳稳地站在私校的巅峰 从财务面到注册率 各项指标都是综合私立大学的典范 他也代表了全台湾的私立大学 担任了私校协定会理事长四年 表示受到各大学校长的肯定与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他在当校长的时候 秉持着创办人的精神 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节 落实传播贯穿各学们的特色 并且维持着道德的底线 不愿意对强权屈服 坚持捍卫校育 我认识吴校长将近三十年 情同家人 他让我这八年的董事长 担任得无忧无虑 完全放心 也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他的 其次 我也要祝贺陈清禾校长接棒上任 并且感谢陈校长 勇于承担主持校务的重责大任 陈校长是道道地地 由世兴培养出来的人才 他从专科时期广电科毕业后 及留任留校服务 跟随着创办人办报教学 是创办人这么节俭的人 唯一送去日本进修的得意门生 之后 在赴美国取得传播硕士 以及本校传播研究所博士 在高等教育任教超过四十年 更难得的是 陈校长具有传播媒体经营实务经验 曾任台式公司董事长 财团法然广电基地会执行长等重要职务 此外 已参与多项国家广电产业政策相关专案 协助政府政策制定等 总之 陈校长已是产官学三大面向 资历完整 从今日历临本校官礼的贵宾 即可证明 可以说是世兴大学理论与实务并众的最佳代表 最后 陈老董事长提醒我在这里 一定要讲一个小故事 陈校长四十多年前 差点就命上世兴校园 大家认识创办人的话 一定知道他工作是从下午到清晨的 有一天深夜 协助他排版的时候 陈校长被毒舌 龟壳花咬了一口 当场奄奄一息 脸色铁青 创办人老校长马上立刻背着他出校园就义 创办人眼泪汪汪的对着单架上的陈校长说 清禾 要是你今天大难不死 我的历代子孙 务必会了得我的心愿让你成为校长 最后一句当然是开玩笑的 不过也代表命运是有趣的 绕了一大圈 从三专生到校长 真的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很适合我们校友拍成电影 今天谢谢大家的力量 也务必留下来看一看我们亚洲最先进的LED智能棚 谢谢大家 谢谢董事长 还好董事长补充那是开玩笑的 否则所有想要接校长都等着要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机遇 不能每个人都被蛇咬 开玩笑 开玩笑的 谢谢 接下来就要给各位介绍 今天交卸下校长棒子 我们的卸任校长 他在世新服务29年 29年来 没有一天停止过行政职务 从学务长 终身教育学院院长 到八年的校长 在他任内 可以说跟我们周董事长合作无间 能够把世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刚才看到的8K 待会儿请各位参观的LVS智能设置基地 都是在周董事长 吴校长 还有陈副校长 他们带领之下所完成的 接下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尊贵的贵宾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吴永前校长 来跟我们致死 尊贵的周董事长 曾经的 曾经的校友会 曾经的校友会 曾经的师立大学校园协计会 和民国 校长 各位贵宾 各位老师们 各位学生代表 還有今天最辛苦的各位媒品朋友 大家早上好 早安 早安 今天是四星大學第十任 第九 第十任新就任校長交接的典禮 所以首先我要感謝 我要恭喜陳清禾擔任我們第十屆新的校長 誠如剛剛周董事長介紹的 陳清禾校長他從三專到博士學位 都是取自於四星 從事教育四十年 那麼在學界歷任大眾傳播系的系主任 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教務長 然後我任內 從我上任第一天開始 擔任到副校長 一直到今天接任校長 剛剛周董事長也提了 在實務方面 他曾經擔任過台灣電視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 所以呢 在整個教育行政方面 他的歷練 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完整 個人的領導風格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在他的帶領 在周董事長的督導之下 四星大學一定可以創立 另一個高峰 另一個高峰 接下來 我想要衷心的感謝 陳嘉玲校長 陳嘉玲校長 董事長 他的提拔 抬舉 以及過去八年 周董事長的信任支持 讓我從民國八十二年 到四星大學服務 二十九年當中 沒有一天中斷過行政職務 這是多大的一個榮寵 多大的一個福分 我內心充滿感恩 各位貴賓 我在八年前上任的時候 對於學校的發展方向 曾經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要堅持 我們陳舍我 創辦人的 理論與實務 結合的教育方針 各位剛剛看到 學校的簡介 可以印證 我們確確實實 是非常踏實地 做到了這個理論跟實務結合的 符合創辦人 辦學理念的一個教育的方針 第二個努力的方向 就是行術 數位傳播 貫穿各媒體的 這樣的一個辦學特色 剛剛周董事長也特別提到 那麼第三個 就是延攬優秀師資 優化我們的教學研究設備 第四個方向 是突破少子化大學發展的困境 確保四星大學的招生 那麼在視野方向上 由於董事會強而有力的支持 還有我們的行政團隊 特別是陳副校長 當時的 這個八年過去的陳副校長 現在的陳校長 這個八年過去八年的協助 所以 插康告慰 我們有一些 成果可以分享給 我們在座的貴賓 在師資方面 我上任的時候 全校專任老師 306位 多的時候308位 那個時候的專任老師 跟兼任老師的比例 是1比2.1 也就是兼任老師 比專任老師還多 但是 現在 我們專任老師有326位 兼任老師 跟 這個專任老師的比例 降到1比1.4 這個在私立大學裡面 是非常罕見 所以整個師資結構 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 各位貴賓你們都知道 過去幾年少指化 其實我們的招生名額 並沒有增加 我們是維持高的註冊率 但是招生名額 始終是維持在 每一年 兩千多 我們全校的師生 過去幾年 一直都維持在 一萬一千五百人到一萬兩千人之間 學生沒有增多 專任老師增加 兼任老師比例 下降 那麼這就是一個師資結構 最有力的 改善的一個象徵 為了要能夠延攬這些好的師資 我在任內 制定了特聘教授 讓這些對於教學研究行政有貢獻的老師 在他沒有興趣或者是不願意再繼續擔任行政工作之後 以一個特聘教授的榮耀 每一個月還加碼兩萬塊的薪水 那麼對於優秀的 特別是來自食物界的 我們所需要的 塑造我們這個辦學特色的這些優良師資 我們也採取了許許多多的措施來促進來達成 我們的專任 新進的專任老師 絕大多數都具有像大數據 AI 新聞探勘 金融科技 AR VR等等 這些新的數位科技 他的一個基本的知識 大量的這些優秀的 具有實務經驗 專業磨練的這些老師進到學校來 對於我們的教學品質 有非常好的提升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楊勝玉是另外一個例子 來自媒體 這是周董事長跟我 親自去網羅來的 學校的一位專業的老師 那麼對於這個兼任老師 我們也有在董事會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有許多的誘因 我們兼任的客座教授 他的終點費是一般老師的兩倍 兼任的講座教授 終點費是一般兼任教授的三倍 我相信這個也是在台灣 公私立大學裡面 所沒有的 我們對於這些客座教授 講座教授的禮遇 對於我們專業老師 我們也沒有忘記 那麼各位都知道 一百零七年跟一百一十一年 教育部 其實是整個政府單位 公部門 調薪 一百零七調百分之三 一百零 一百一十一調百分之四 許許多多的私立學校 沒有辦法跟上 但是 這兩次的調薪 我們的董事會 都在第一時間點 通過支持學校 支持調整專任老師的薪水 我們兼任老師的薪資 也是在私立大學裡面 極少數完全比照公立大學 這個就是我們在研纜優秀師資 改善提升師資結構的努力 那麼在設備方面 各位剛剛看到 8K影視廳 這是一個8K影視廳的一個環境 那過去幾年 我們還有全媒體中心 全媒體大樓 還有去年 剛剛落成 現在還崭新開啟使用的 智能設置基地 各位剛剛董事長特別提醒 希望各位貴賓能夠有機會花幾分鐘 在結束之後能夠移駕到隔壁 參觀一下智能設置基地 那麼這是在設備 剛剛各位看到七大研究中心 這裡面也都有非常新的設備 包含電腦教室 我們從一般的電腦教室提升到 雲端數位學習中心 學習中心 那麼學生不需要跑到電腦教室去 才能去使用一些APP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軟體 在家裡就可以利用這個VDI 這個雲端數位電腦的設備 來利用使用所有這個學校裡面的 這個電子資訊 所以這個是在試費方面 在招生方面 各位我們少此化的趨勢 各位都很清楚 我上任的時候 大學的生員27.5萬 到了110年 或者是現在111年 只剩下185千 到民國117年 還會進一步落到16萬 在這一個少此化趨勢這麼明顯 還有兩岸關係過去幾年 中措 所造成的像陸生 境外生的這個止步 那麼在這種客觀的環境之下 四星大學過去八年 日間部大學生的平均註冊率 是96.8% 最近的一個學年就是110學年度 更高達98.68% 以全校來看 就加上研究生 我們110年 就最近的一個年度 我們的註冊率是97.72% 我們在座有許多校長同道 這樣的一個成績 應該是可以跟我們打合格的 這是在公私立大學裡面 都名列前茅的一個招生的 一個我們現在的招生的一個成果 那麼在校務的整體治理上 104年通識教育 以及第二輪的系所評鑑 我們有23個單位受評 59個學位班制 全數通過 105年 大學校院的中和四島訪查 十一大指標 以及107年的 這個校務評鑑 四大指標 四小項指標 我們也獲得全數通過 最近一期的 大學教學品質的保證 外部評鑑 我們23個受評單位 四十三個學位班制受評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給我們的認可 是最高等級的 六年有效的 沒有條件通過 這個就是對於我們辦學績效的一個肯定 我們這些成果 都是因為有一個強而有力支持學校發展的董事會 也是我們許許多多參與行政工作的 這些同仁 辛勤 努力的成果 我心中一樣充滿感恩 各位貴賓 高等教育 對於未來會越來越險峻 剛剛我提到了 少子化趨勢越來越嚴重 再加上 我們一直沒有一個很穩定 能夠排除這些民粹 想法或者是政治力的影響的這種高教政策 所以各位在座的通道 校長們 大概都跟我一樣心有其其言 未來的高等教育 會是辛苦的 充滿挑戰的 但是 各位貴賓 就是新大學來看 我請各位放心 我們無論是從私基結構 從我們過去八年以來的高的註冊率 還有 我們整個的財務結構 我們的財務結構在私立大學裡面 應該也是名列全毛 零負債 校務基金 應該是在私立大學裡面前五名 我相信 會有許多不幸的私立大學 關閉之後 才會輪得到私心大學 所以 我請求各位 在未來的歲月 繼續給我們 陳校長督導 繼續給他支持 繼續鼓勵 然後我最後 再一句 感謝 感恩 謝謝大家 謝謝吳校長 吳校長請留步 校長 吳校長請留步 請留步 請留步 吳校長帶領 在世紀大學八年的校長任內 事實上剛才就像校長講 每一件細節他都自己在帶領大家一起做 全校一萬兩千個師生 對於吳校長的帶領都非常非常的感念 好在吳校長已經從今天開始或董事會聘任成為我們法學院的講座教授 所以校長還會繼續在學校帶領我們為我們服務 恭喜你 同時全校的所有師生為了謝謝校長 感謝他29年來的教導指導跟領導 我們的老師代表跟學生代表也準備了非常小小的心意要送給校長 首先我們歡迎我們口傳系口語傳播局社群媒體學系的教授 請莉莉教授為我們代表所有教職員致贈感謝牌 請我們碩士班的學生 我們來自俄羅斯的沈娜娜同學代表獻花 請教授麻煩到這邊請校長中間 校長請到中間 我們先送感謝牌 這一張感謝牌金色的感謝牌上 在左邊是世新大學的金字招牌 上面寫著公賽世新 右邊寫恭賀吳校長容退留念 上面寫了幾個字 叫圓滿榮耀 教育蒸籠 一世相隨 來麻煩我們三位湊在一起好不好湊在一起 校長那個沈拉娜麻煩您幫校長拿花 校長跟秦教授一起拿牌子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合影留念 他們兩位是代表了我們全校1200位師生 共同獻上對我們吳校長的感謝 感念 感謝您的指導 感謝您的教導 感謝您的領導 我們相信在未來的歲月 吳校長擔任講座教授的同時 會繼續的不但給我們繼續不斷的指導領導 謝謝校長 來請看中間再來一張 來 謝謝 這兩位致贈禮品的代表也很有意思 一位是我們年輕的教授秦莉莉教授 一位是我們的國際生代表來自俄羅斯的 俄羅斯廣電系的沈娜娜同學 謝謝校長 請您回座 謝謝 各位貴賓 接下來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新任的校長 世新大學新任校長 陳清和陳校長上臺致詞 陳校長在世新擔任過教育長 擔任過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他是著名的傳播學者 恭喜您 請您致詞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楊副校長 董事長 吳校長 以及我們在座各位知情好友 三個感謝 首先感謝我們董事會 願意把這個種植大任交到我個人身上 第二個感謝 要感謝跟著吳校長 八年時間 在身邊學習很多 第三個 最重要的要感謝我們在場的知情好友 尤其我個人的好朋友們 今天媒體挺媒體人 我是媒體人 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媒體的主管 到場 我個人真的是深深的感謝 當然不只是媒體 我們有各個大學 還有各個不同的企業 還有我們的校友們 到場 來為這麼一個有意義的交接典禮 來做一個見證 那麼我個人在學校 待的時間 前前後後 四十幾年 中間當然有到其他單位服務 但是 這四十幾年來 成為剛剛我們董事長所說的 被蛇咬到 這個時候 沒想到今天會有這麼一段 不過 我感動深受 在這個學校裡面 身為一個校友 我只能說我師心 我驕傲 我真的為這個學校驕傲 各位知道 創業維艱 守成不義 改變最難 師心大學從專科 還不是專科 還職業學校到專科 是一個創業維藉的時代 到了專科以後 一直到了學院 我把它稱為叫做 守成不義的時代 從學院一直到大學 其實我們面對的 就是一個改變的時代 面對改變的時代 我想 我個人過去在棄演 今天在學校 我的態度 都是一樣的 只有兩件事 後續我一定會這樣做 一個叫天道酬勤 我一定會更努力 來為這個學校來 貢獻我個人的心理 第二個 天 天道酬勤 以及我們 天地人和 基本上來講 我想 我個人 一直以來 我的態度 就是希望行政就是個服務 未來我們行政的團隊 一定會秉持的 行政就是個服務的態度 來為這個學校繼續努力 我有三個承諾 第一個承諾 我希望我們這個學校 未來在我們這個團隊 新的團隊繼續努力之下 能夠為學生 首先第一個 要做到 課程的改造以後 讓學生 在我們學校裡面 他就是一個 所謂的 跨領域學習的一種 所謂的斜槓人才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今天有在座這麼多的貴賓 其實我心裡面一直期待 希望我們四星大學 秉持過去理論實踐 但是呢 我們的實踐 必須要跟產業結合 這個部分呢 是我第二個 我一定會做到 讓產業 跟我們四星大學之間 零距離 第三件事情 我們一定會做到 讓這個學校 能夠有永續經營 除了董事會 在我們的財務的穩固之外 我們個人 包括我們的團隊 以及我們的學生 我們會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大的家庭 希望這麼一個大的家庭 能夠永續存在 永續有核心的競爭能力 永續有所謂的 不可替代的一個地位 我想這個是我三個承諾 那麼希望未來 各位多多給我們 四星大學 繼續的支持 也感謝各位 知情好友 都能夠到場 為這一場 我們的交界儀式 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做一個好好的見證 未來我們四年之內 一定會達到這些目標 那以上 我再一次的祝福 各位 也感謝各位 今天到場 再次的謝謝大家 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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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世新大學校長交接典禮 到這裡 圓滿里程 除了再次感謝各位 也再次向各位致歉 沒有辦法一一介紹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各位報告 在結束之後 我們在我們全亞洲 第一個在大學校園裡面 建成的智能設施基地 LED虛擬攝影棚 準備了一場 由老師跟絕大多數都是學生 自己完成的現場demo 要恭請各位貴賓 待會順著我們 往後面大門出去以後 右邊我們的鮮花走廊 進入我們智能設置基地 我們保證給各位帶來一場 令人驚艷的視聽饗宴 這也是我們落實傳播貫穿各學們 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的最好體現 再次謝謝所有貴賓 我們待會兒在智能攝影棚 待會兒見 謝謝大家 前往LVS智能設置基地 那旁邊都會有我們身穿紅色上衣的 新傳人同學還有工作同仁 來一同引導您 那在場外呢 就請您沿著我們準備的花里紅毯 一同前往LVS智能設置基地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再跟我們的工作同仁 來反應一個表達 再次謝謝各位貴賓的歷禮 那我們就請一同往後方前進到LVS智能設置基地 在LVS智能設置基地也會有拍攝的時間 所以各位貴賓可以一同先前往到定點 然後我們在那邊準備的活動也即將開始 所以請各位貴賓幫我們把握時間 一同前往到LVS智能設置基地 等一會兒在LVS智能設置基地也都會有讓大家合影留念的時間 那精彩的表演還有讓大家一起觀摩指教的活動也即將開始 所以貴賓們請幫我們依序往到後方 前往到剛提到的LED智能攝影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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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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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們 我想這個在國內 公私立大專校院裡面 這是非常突出 可能也是唯一 能夠行訴這樣的一個 辦學特色的學校 所以這個是我這幾年 感到欣慰的幾件事情 謝謝 我覺得 學費不應該長期 變相的動作 雖然形式上 他過去幾年 也有針對少數學校 微幅的調整 不過整體來講 幾乎是20年以上沒有做重大的調整 那各位都知道 現在的辦學成本 像各位我剛剛提到的 107 111年 教職員的薪資都調整 然後你更不要講 那個物價累積20年的 物價調整的這個 這個情況 那麼我覺得辦學是需要成本的 特別是要把學校辦好 你要找好的老師 要給好的薪水 你要有好的設備 你也要有資源 那麼才能夠來支應 那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我覺得 教育部應該 要對大學自治 還有對於這個大學的發展 應該給更大的 自主的空間 那麼更尊重 從事教育工作 第一線的這些 這些大學校長們的 發展校務的 這個意見才對 那您覺得碩士專班 是不是應該要有些人 建議是全面解放不需要寫 那教長你覺得 這個可能也是要看 他是哪一個領域 不過呢 在國外 尤其是在歐美 這些知名的學校 他其實很早 就不要求碩士班的學生寫論文 我講的是畢業論文 但是並不是說完全都沒有什麼 學期報告 或者是學習的成果報告 那以前我在西雅圖 華盛政大學 讀碩士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一個叫做 寫作計畫 英文叫Writing Project 來取代碩士論文 那麼這個Writing Project 它比較不是學術性要求那麼高 它只是你有一個專題 有一個主題 那麼做一個深入的研究 然後通常是實務的 那麼這樣呢 那個就避免這個 這個碩士生因為他學習的年限很短 就一年到兩年 你要他再花很多的時間 去這個從事學術方面的這個探討 其實是有困難的 而且絕大多數的碩士生 他並不見得要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那我覺得論文的要求 應該是針對未來 你要從事學術研究的人 那麼你要讓他這個在 有一個這個 在碩士的時候有一個歷練 懂得研究方法 因為透過論文的寫作 你才能夠深入 才能夠落實對研究方法的這個了解 那麼你可能都進一步做 進行這個比較高深的學術研究 所以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很簡單 我覺得除了少數的這個領域 我覺得大部分的碩士 或者是碩士專班 是應該要考慮用其他的方式 來取代這個學術論文 你比如說多修幾個學分也是個辦法 那麼在美國的一些學校他們有 你那個如果沒有一個碩士論文 那麼你在加修他指定的 六個到八個學分來取代 那也是一個方法 那麼就不會逼得這些一兩年 要拿碩士學位的學生 因為這一個不知道研究方法 然後也不曉得學術倫理 所以抓瞎亂抄亂寫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是 這是可以我們大家從事高等教育 可以共同來思考的 好 開始嗎 好 謝謝 要讓更多人說我是士心來的 所以在少子的話當中 這個招生的重責大任 您覺得肩頭上壓力怎麼很大 好 少子的話 對於私立大學來說 沒有壓力 是騙人的 但我們比較幸運的私立大學 是因為有天時地利人和 天時的部分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時候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轉型 地利的部分是因為我們在台北市 人和的部分是我們內部的同仁跟老師們 一起的齊心合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們在面對少子化 世心大學可能還不會有那麼艱難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不會掉以輕心 而是需要做更多的準備 那麼這個更多的準備 我想不外乎 世心大學66年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傳播 我個人是媒體人 當然傳播這一塊在世心大學佔有大半的江山 但是因為世心大學是一個中和大學 所以我們都是只有傳播學院 我們還有法學院 還有人文社會學院 還有管理學院 過去我當傳播學院院長的時候 我覺得我只要關起門來 把傳播學院做好就可以了 今天我身為校長之後 我當然要照顧的是整個大的家庭 所以因此呢 我們就是有兩個口號 是後續我們一定會做的 一個是數位傳播貫穿各學門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去用 我們的傳播學院的強勢 我們的特色 把我們的管理學院 把我們的原文社會學院 把我們的法學院這些教學 課程產出跟產業之間的距離 把它拉近 我想這件事情是我們一定會做的 第二個呢 是面對科技變化的時代 我想只有變化才叫不變 所以因此呢 世心大學身為一個媒體的學校 我們當然習慣於科技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創出了第二個口號 叫做數據智能結合各專業 數據智能不外乎就是ABC嘛 一個是人工智慧 一個是大數據 一個是雲端 那麼追合這些數據的工具之後 我們就結合了各專業 我在傳播學院院長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說一個大學生進到一個大學之後 我們要帶給他是什麼東西 可能不是知識也不是工具也不是技術 我覺得應該帶給他一些希望 也就是說他從一個大學畢業之後 他能夠怎麼去跟一般的人來競爭 我現在講說你們在學校叫同學 畢業之後叫同事 你在學校面對的是老師 畢業之後面對的是什麼 是老闆 因此呢 你不必要很踏實 我想未來我在校長的任內 我一定會貫測數據智能 怎麼去結合各專業 各專業的智能 怎麼去讓他變成一個專精的知識 知識的專才 跟我們傳播的科技的通才 怎麼把它結合起來 我想這個是我內心裡面 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事實上過去這八年 已經做了這些努力 但這些努力已經有少少的成果 未來我擔任校長之後 我所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就是這兩段話 我怎麼去用數據 數位傳播去貫穿各學們 數據智能去結合各專業 讓這個世音大學未來 能夠在這個大學的競爭裡面 我們可以脫離掉少子化的一些困擾 那麼走出一條自己應該走的路 就是最近論文實踐的 就是最近論文實踐的 就是在貫穿它的工具 居然有很多 所以說外界論文 這個純性比寫論文更少 交付論文 所以要怎麼防備 一種抄襲功能 又有在來 當然現在防備的工具很多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這個論文的檢視的功能 很快就可以把這些抄襲的問題 能夠把它透明化 我想這件事情並不困難 我想困難的不是工具 我覺得困難的是一個態度 就是一個 既然不管是從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過來以後念我們的碩士班 博士班 或者是在業界 他有心回來學校 這個能夠學習一些理論的課程 我覺得我個人一直認為 一直認為態度很重要 就是說你怎麼對自己負責 對你的論文負責 對我們的社會負責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只要是態度對了 工具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問題就是 有些人的態度 確實是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那麼這裡面沒有什麼政治的議題 很簡單的 做學術就把學術做好 做學術就要對自己負責 對論文負責 讓論文對社會負責 您今天任何人打算 把論文其實是鬆綁 就是不用寫 要換交流報告 我個人會認為 鬆綁論文 其實沒有一個單一的絕對性 鬆綁論文之後 其實論文 它還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 在一般的大學 尤其在博士班裡面 但是論文的形式可以改變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些個案研究 或者是做一些所謂的技術報告 那麼甚至於可以做一些影片拍攝 或者是創作的一些展演 我可以期待 就是說未來不管是硕士班 哪怕是博士班 我都覺得可以把一個形式做多元的改變 那讓我們視性揚才 讓我們自己的一些專業領域可以發揮出來 我想對社會對國家比較有貢獻 那如果只是像過去單一的論文的時代 其實是不夠的 就是這樣 正在試吃 其實能看見 好 謝謝大家 您 divisio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